我期望今天的青少年能夠在日後做到愛國愛港 愛人愛己的良好國民 各位大家好,我是廖子良 在這間洪溪幼稚園的校間 我服務教育界接近40年 七七年,應該是七七年出來恐怖 就做教書 直至2015年退休 甚至退休之後 所做的事都是在教育時梅 現時我除了做這個洪溪幼稚園的校監之外 我正在做洪溪第一小學的校監 也是洪溪第一中學的校董 總共是19年前線教育,19年校長 也有幸跟這位有興趣的校長共同創立了這個新屆校長會 現在就繼續在他的執委會裏面移組這個委員 香港回歸之前 我們所接受的 或者是香港蘇丁人的 都是一些殖民管治下面的教育模式 他們的教育最終目標 都要服務這個港影政府 回歸之後,服務主要的對象就改變了 同期幼稚園就是我兩個兒子 都是在這裡讀書的 大兒子今年其實已經18歲了 已經過了一段很久的時間 但是他對學校的感情很深厚 因為其實在這裡都經歷了很多 兩個兒子最歡樂的時光 其實也看到學校在慢學方面 都用了很多苦工 我們在培歸之後 都有一些挺大的改變 在國家的指導思想下面 將原本的大班教學 或小班教學 由三十五四十年 變成蠻人人一班 小班教學 可以保存一些學校 在我們教學角度來說 除了反救這個 面臨殺害的學校之外 其實整體這個教學的質素 也有所提升 然後另外就是把半日制 變成全日制 把殺害的情況減輕了 這兩種制度 一直圓用到今天 我相信都是一個適時應變的 一個好的改革 我印象中 其實主流校監 其實我是兩個兒子 讀這間幼稚園的時候 他就是我們的董事會的主席 每次開會 他是很關心到每一個的學生 家庭背景 要扶持做發展 其實這方面 看得出他的為人 在教育方面 是付出很大的框變 除了這個系統上的改變之外 特區政府做了很多 在課程方面的改革 很多都是很有遠見的 譬如特首一上場的時候 等特首的時候 第一份的施政報告 就已經說了 推廣這個民生 配合發展香港 成為一個國際商貿黨 推行這個校正電腦化 就是現在 STEM 或者STEM的教育 的前身 由校正電腦化 變成IT 即資訊科技教育 都是一個很適合香港 很適合這個國際發展的一個措施 是很好的 在教育方面 照顧到香港發展的 國際和北漠國家的需要 我希望我們今天的青少年 能夠在日後做到 愛國愛港 愛人愛己的良好國民 會奧 我們 universo 就算很幸福 說的是